首先我們11點會在屯門站出發 11點20分走到天水圍站 第一個景點是最星樓 當地人稱它為文塔 位於香港新界元朗平山上將為北面 與雙門的天水圍站相距不足50米 原為新界元居民五大家族之一的平山鄧氏的人所興建 11月68年歷史 第二個景點是社坦 又叫社工神壇 在香港平山上將為西面幾十米處 村民叫所供奉的神 叫社工即是土地工 神壇在平山文物境之中 其中一個古蹟已經有幾百年歷史 第三個景點是上將為沛水庫 位於平山文物境 會有不少鴨仔在兩面溪水 下一個景點是平山古井 在陽喉古廟和上將為之間旁邊的小路 正確的建造年代已經無法考證 根據鄧族人相傳這個井口 是由鄉頭村村民所見 在十八世紀末上將為南村已經存在 曾一道坑頭及上將為兩村食水主要樂園 我們會去到大土燈食午餐 只需要用三分鐘的露停圈可以去到 是位於平山坑尾村44號地下 他們的角度分別有意大利粉 天士冷麵 台式肉醋飯 日式咖喱飯 和小水 第七個景點為近亭書室 在所謂於香港平山坑尾村的私屬 於一百七零年落成 是平山鄧族 二二世祖鄉全宮 為紀念先父近亭宮而興建 設立書室以培養祖宗子弟考取科舉 進身試圖提升家族的社會地位 因此近亭書室具備教育及製造的意義 第八個景點為清暑縣 與近亭書室相論 是平山坑尾村的古蹟之一 於一百七四年落成 為當時的房奔客及鴻玉的下塔居所 不少名人曾到訪清暑縣 包括廣督金銀泰和 然後我們就來到 若虛書室外圍參觀 鄰近是雄勝宮 在明末由平山鄧族十八世祖鄧若虛所見 已經有超過三百年歷史 第十個景點是石興書院 由鄧君石興建 為了紀念他的父親鄧淑興 為鄧氏家族的收業地方 培養出鄧氏子弟考取功名 成功登科 石興書院於一九七七年被拆卸 現今只剩下門樓和扁壓 現時門樓後面是住宅 我們會去到平山路地方吃晚餐 這間是肉餅珠門店 有超過五十款煎肉餅而成名 堅持採用新鮮豬肉製作 即叫即煎 保持肉餅原汁原味 接著我們會到嘉湖可逸酒店休息 他駕駛於天水圍天恩路十八號 在遊覽景點附近 十分方便到達 酒店內有各種食住行的優惠 酒店遠離都市盆囂 令人可以享受一個舒適寫熱的假期 我們更可以免費使用多項酒店設施 更加可以在酒店享用早餐 第二天的行程就要入酒店的早餐開始 之後我們就會去仁國江書室 它位於新教越南平山 是平山文物敬的文物之一 在2009年11月6日 被列為香港法定估值 參觀完仁敦江書院之後 我們會去到平山鄧族文物館兼文物敬訪客中心 平山鄧族文物館兼文物敬訪客中心 會介紹到平山鄧族的歷史文化 和平山文物的歷史建築給我們認識 接下來就是去洪勝宮 而洪勝宮落座於香港元朗平山坑尾村 由平山鄧族所見 現今已超過200年歷史 該建築被列為香港二級歷史建築 我想大家走了這麼久 都應該肚餓了 所以我們現在會去到洪記吃午餐 洪記已經有六七年的歷史 亦都有很多好好的評價菜式 例如龍蝦湯 番茄大蝦 手工衣麵 和牛肉意大利飯 吃飽了之後 我們就會去聖軒宮家屬 聖軒宮家屬 他坐落於香港新界元朗平山鄧氏 中寺的南面 位於坑頭村和坑尾村之間 距今已有五百年歷史 為平山文物境的重點文物之一 並於2001年12月14日 被列為香港法定估值 下一站就是鄧氏宗寺 而鄧氏宗寺作立於香港評山 是鄧族的祖寺 根據鄧氏宗寺 這個鄧氏宗寺在這裏 就是 馮信公興建 至今已有七百年歷史 遲當的公約主要就是 第二日行程會在元朗平山傳統盆菜食 晚餐作結 平山傳統盆菜製作盆菜 超過一百多年歷史 小店一直由鄧氏家族合力經營 至今已傳承至第四代 而第三日的行程 就會去到華嫂冰室吃個早餐 華嫂冰室是一間香港的茶餐廳 富有香港的人情味 也有不少明星來過 例如周潤發 騰詠麟 而他們招牌芝士 咸牛肉豬仔包 是這間餐廳最出名的食物 最後我們會去到 夏伯尼55號碉堡 若建於1910年廣州 生君起義之後 是與清末革命相關 運動的建築 十分有參觀的價值 整個行程大約會花費三千元左右 拜拜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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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